開放式包廂 音樂還在播放 突然一群人站了起來 爆發口角衝突 越炒越激烈 幾名男子拉拉扯扯 桌上的物品 酒杯食物 被弄得亂七八糟 還傳出玻璃破碎的聲音 衝突一觸即發 嚇得其他客人急忙逃跑 有男子拿起酒瓶亂砸 甚至還有人被毆打 當下警方貨報到場處理 疑似喝得太醉了 一陣打鬥過後 情緒還是激動 就在街邊對員警叫囂 最後連救護車都來了 就在八號凌晨一點多 花蓮市光復街一間餐酒館 發生了群毆事件 根據警方了解 當時二十二歲零性男子 正在店內跟另一名胡姓女子喝酒聊天 而三十六歲的胡姓男子 疑似也喜歡這名女子 看到這場景心中的醋筒直接被打翻 竟然就上前嗆瞎 最後雙方有人加入戰局 十人大亂鬥 最後兩人掛彩送衣 林姓男子跟朋友被酒瓶毆傷 他們甚至說疑似還遭到了瓦斯槍攻擊 這部分警方將會持續調查釐清 而動手的幾人被依照妨害秩序 以及聚眾鬥毆等罪偵辦 為了感情爭鋒吃醋 失控動手 最後進了警局 TVBS新聞高中黃凱欽 花蓮請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